月光不错 今儿来赶海 上次在这捡了不熟那个啥 那个就 摩尔楼还有香楼还有毛杆 橙子 也就是鲜 这次 准备 主力捡那个橙子 这上天说还没人捡 捡 很多了我今天我要打破纪录 走 不 一下来就一个兄弟们 兄弟们 你下来就是个咖子 七少我了 哎赶海这个东西就是靠天吃饭 看运气 上火了哈 这天可是有点冷了 兄弟们要来赶海啊 一定要注意包囊 沙滩上好保 并永远都是捡不完 所以说不要贪心 这不又收获两个 你要是碰见长潮了那就赶紧跑能跑就跑听我一句劝 有什么那种潮水啊找得很快呀大飞潮 就一瞬间能达到一米多高 能碰见那种场景真的能吓死人 兄弟们今天一上来说实话这个货真不少 巡奴摩金开缠山一层缠山一层弯 看能不能有货 牛罢 这就是所谓的牛马精神 我去这个地方应该是好久没有露出来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它海螺都卡里边了 这肉都冻僵了 收下收下收下这这么冷的天冻僵了应该也能吃 本人向来对吃就没有任何的挑剔的地方 向来都是有啥吃啥 好亮晶晶的肉真的好鲜美的样子呀 周边还有不少小诗轮呢 来出出看这是啥 出看这小螃蟹这么小哎呦 玩得像 太小了这个 放了他吧 一般我是不会轻易的动手去摸螃蟹的 因为很危险 打开桌 求求看 今晚上朋友见的多啊我就镜头里边就出现几个是大部分都是朋友点的 小摩尔罗就在这儿等着我发财捡他呢 小摩尔罗就在这儿等着我发财捡他呢 倩丁主外主后啊大家就是在海边见到海螺蟹的时候一定要放声哈听我一句劝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讲真的啊 山东这边人数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 但是吧前两天不是出土了一个什么书吗 就有什么什么竹简哦 然后这个儒家里人建立的这个世界观 我觉得 好像都是有可能是骗后人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比较 严肃的事情 就是说 古人已经把我们后人要走的路都给我们 不好了都给 说实话思想都给禁锢住了 当思想产生边界的时候 那你所作所为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算了又差远了 兄弟们 不好意思又差远了 我老是关于研究这种人生的天道比较 钟情 今天的这个 沙特尔海鲜 给力啊 办事 就是好多种小海浪苗啊 哇这赶海赶着赶着就一两点了 太晚了半夜了 好困啊 给大家看一下收获 今天收获真的是够可以 你看这么多海洛 因为不少毛肝 也有10了零碎的摩尔路 今天 很OK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多多支持啊 拜拜啊 朋友们 追求要求 但我们协讯 我们下来打 magazine 我们下期间来打电话 我们下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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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间